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進 一股達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後風 今天影響著廣東沿岸 風勢都會幾大一下 天氣都會稍涼的 早上6點的時候 各區的氣溫 就介乎在16至18度之間 在這裡提醒大家 強烈季後風訊號 亦都是現正生效的 至於天色方面 在衛星雲圖上面 我們見到一道雲大 正是覆蓋著廣東沿岸 不過雲層相對比較薄 我們預計日間都會見到不少陽光 預測今天將會是大致多雲 天氣稍略 一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 最高氣溫大概會去到21度 吹清靜至強風程度的東風 至於接著那幾天 我們預計隨著季後風 在這個星期的後期稍為緩和 我們預計氣溫將會稍為回升 日間天氣亦是溫暖的 不過特別要留意 一度冷風將會在周末的時候 環過環南 之後那幾天會受到 跟它相關的強烈冬季後風影響 氣溫將會顯著地下降 天氣亦會顯著地轉冷 因此我們亦預計香港來說 明天風勢仍然頗大 天氣會稍涼 今個星期的後期 日間天氣是溫暖的 星期日氣溫將會顯著地下降 而之後的兩三天天氣將會轉冷 最低氣溫會降至到12度或以下 未來的天氣變化都頗大 各位記得要做足準備 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